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是个主要讲外科学的消化性贵阳 什么资料 我们刚才跟你讲了 消化性贵阳的资料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胃大不泄疏鼠 第二种呢 弥足神经血断鼠 那么它的机制大致 我也跟大家讲了 胃大不泄疏鼠就是干掉胃的大部 把胃体部的B细胞给干掉 B细胞少了 当然你贴心的微酸分泌就减少了 所以胃大不泄疏鼠是什么 大量的降低这种体液性 微酸分泌 还不少量降低呢 弥足神经兴奋 引起了微酸分泌 为什么 就是这个途径 部分的降低 所以当然了 总体确实都是降低微酸 好了 第三个机制 那么切出来溃养的浩化部位 为什么 因为溃养的浩化部位在为大部位 就是为 为的小丸 那么为小丸给它切除掉了 当然为的浩化部位切除掉了 第二个 切除了溃养的本身 把溃养切除掉了 我们就不要去浴化了 当然大家注意了 最主要的机制是前面两个降低微酸 那么三 四 大家注意是次要机制 也就是说你切不切除它的溃养 切不切除它的溃养的浩化部位 那么只要你胃酸降低了 这个病人照样好 你比如说我们半空耳手术 半空耳手术 这个你们没考过 这个研究生考过 半空耳手术是什么意思 就是矿子术 什么叫矿子术啊 就把溃养矿子起来不切掉 但是我把你胃大部切除掉 切除掉了之后怎么 胃酸降低了 你回去之后即使溃养没有切除 怎么样 照样好了 所以切除溃养 本身切除溃养的浩化部位 并不是消化与溃养的主要机制 也就是你平时不切除溃养 只要的胃酸降低了 把胃的大部切除掉了 它回去之后 照样溃养会愈活 因为它胃酸降低了 所以 最主要的机制是胃酸降低 因此这是胃大部切除之后 治疗消化与溃养的最主要的机制 那么次要的机制就是三 四 三 四 那么就是它次要机制 所以它有时候假如这样考个题目 胃大部切除之后 治疗消化与溃养的理论 依据哪像不正确 哪像不正确 各这四项都加进去 这是正确的 加上不正确的 要得把它不正确的找出来 你会不会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大家注意到 迷走神经切大术 治疗消化与溃养 我刚才说了 把这个迷走神经给干掉 当然你的胃酸昏迷介绍了 但是主要是介绍什么胃酸昏迷 神经性胃酸昏迷 我们说刚才说了 迷走神经切大术是神经胃酸昏迷介绍 那么胃大部切除呢 主要降低体液性胃酸昏迷 偶尔少量的降低神经胃酸昏迷 那么这个呢 刚刚跟他相反 主要降低神经性胃酸昏迷 体液胃酸昏迷介绍很少 好 这是第一个 主要不管你怎么样啊 都是降低胃酸 所以基子一 基子二 都是降低胃酸 那么第三个 降低了分泌胃酸的腺体 对胃脾素的敏感性 大家看看是不是 假如你的胃脾素的敏感性就降低了 当然必须要对待胃脾素的敏感性就降低 怎么样啊 胃酸分明肯定要减少 第四个 切除了其他的灭敏神经呢 为了张力和蠕动就降低了 那么这时候也有利于溃养的欲火 所以溃养的欲火 大家注意了啊 跟我们刚才讲的味道不切除一样 主要是前一两项 这一两项啊 那第一项 第二项 都是降低胃酸 所以 无论是B 走神经切大素 还是消化育氧的味道不切除除 那么都是 主要的都是降低胃酸 所以第三项 第四项 在这儿也是吃药的 这种理念依据 好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啊 B 走神经切大素 治疗消化育氧的气质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这个诗题 大家看看啊 采用高血密切 那么 治疗十二张溃养 主要依据是什么 高血密切是密度神经切大素的一种方式 所以 也就是密度神经切大素 治疗十二张溃养 主要依据是什么 减少胃酸昏迷嘛 刚才我们说了 主要是减少神经性胃酸昏迷 所以答应应该答B 这个题还不是很好啊 假如这个题要我出 我肯定说答案B 主要减少神经性胃酸昏迷 当然是 主要减少体液性胃酸昏迷 答案B 既减少神经胃酸昏迷 也减少企业性胃酸昏迷 我这样出题 你会不会答 傻了吧 李家人只会做这个题 我给他搞的记忆也不傻了吧 所以他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主要减少神经胃酸昏迷 也次要的减少体液性胃酸昏迷 因此这个答案应该答什么答B 既减少神经胃酸昏迷 也减少体液性胃酸昏迷 那不就OK了吗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题 你看他怎么出 你怎么答 所以大家要掌握得详细一点 好了 继续我们看他的外科治疗的指针 就是外科手足治疗 消化约昏迷扬 有什么指针 在什么了解要开刀 那么胃昏迷扬的指针和十二人昏迷扬的指针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指针 大家不说大家都知道 经常考 是不是 的的确是经常考 我们先跟OEW接触指针 OEW接触指针第一个 严格的那颗指针无效的 严格的那颗指针无效的 严格的那颗当然要开刀 为什么呢 你那颗药物指针无效 当然自己开刀了 不然不开刀它怎么好呢 是不是 说你比如说溃疡不愈活的 短期的复发的 一指针好一愈活 一两个月又复发的 这种严格性溃疡 那么一定要开刀 那颗指针无效的 第二个 出现归指针病化症的 大家都知道 病化症有四个 有什么 出血 窗孔 梗祖 矮变 这四个 出现这四个病化症呢 耿主中间 只要不是水中心的耿主 只要是半痕性的优闻耿主 那这也开刀了 恶别 你比如说溃溃疡 有恶别 他的恶别就大约1%到5%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开刀 初学员们大初学员们 保守指针无效的要开刀 穿孔 大的穿孔 保守指针无效的也要开刀 所以这是病化症要开刀 还有第三个就是巨大溃疡 资金大约2,65%溃疡 大家都知道 恶血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次可以要开刀 特殊类型溃疡 你叫做什么名字的 你比如说虎活性溃疡 高尾溃疡 什么叫虎活性溃疡 胃溃疡加上十二症溃疡 就是这个病人既有胃溃疡 又有十二症溃疡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那是虎活性溃疡 高尾溃疡 什么叫高尾溃溃疡 喷门周三河以内的溃疡 叫高尾溃溃疡 所以这种叫做名字 这种特殊类型溃疡 往往都知道外科指针的指针 所以你这样记 内科指针无效的 第二个有病化症的 第三个巨大溃疡 癌病可能性比较大的 第四个特殊的溃疡 那么这就是胃溃疡 低手术指针 十二症溃疡呢 跟它一样嘛 内科指针无效的 当然要跟什么开刀 第二出现病化症的 那么病化症只有三个 为什么大家看看 有出现三个跟住 但是没有癌病 为什么 十二症溃疡就不合癌病 所以 那么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这个病化症 大家注意了 跟胃溃疡一样 有没有巨大的溃疡 十二症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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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一点 它直径都没2.5公分 它怎么长出2.5公分的溃疡呢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嘛 好了大家注意了 特殊的心理溃疡 高位溃疡 它怎么高位呢 一个喷喷之位 三个位以后的溃疡 叫高位溃疡 十二症溃疡肯定不止三公分 好 它有一个 有一个是吗 可以作为它的死因子的 就是湖火焰溃疡 为什么 火焰溃疡是既有胃溃疡 又有十二症溃疡 当然就是 湖火焰溃疡要去开刀了 所以这种指针 只要你记住胃溃疡这个指针 怎么样 十二症溃疡 就知道你记住了 产生那么野生出来的 所以大家就不难了 好了 大家注意了 我们八本节目是吧 这胃溃疡 和十二症溃疡混在一块 说到小火焰溃疡的指针 这个不过去 为什么 我们考试的时候 常常把这个胃溃疡和十二症溃疡分开 这种分开 大家注意这个指针在哪 在六万教程 七万教程都分在一起 八万教程也分在一起 但是考试的时候大家也分开 所以我都跟大家 写的讲义上面这个手术指针 那么就是按照六万教程来写的 这六万教程的指针就是这个指针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是不是这样 一五年 你看一五年用的八万教程吗 但是 它考虑的是胃溃疡 单独考出来 也就是用的指针 是往六万教程上 好 大家看 胃溃疡外科治疗实际 这是什么 内科治疗治愈后 短期的复发的 那是有顽固行为养 内科治疗无效 所以要开刀单位 好了 单比 普通周心仪滑作的 只要一小孩 有鬼养都是周心仪滑作 那么假日药物能治好的 我为什么要开刀呢 所以这个肯定不对 年龄小于四十五岁的 年龄小于四十五岁的 男的都要开刀吗 那不是什么 十岁的小孩都要开刀 溃疡只一小一两两五分的 那么额别的程度比较小 额别 胃溃疡和胃癌 主要区别就是看他指尽 大于一两两五分的胃癌 小于一两两五分的胃溃疡 所以 你说胃溃疡的指尽 小于一两两五分 凉性的可能性多戒 那么怎么会开刀呢 不会 有没有多肯定环乎感染 未溃疡的感染率 这个感染率很高了 高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外汇却不跟他讲的话 85%到90% 所以这么多人 你担得都要开刀吗 不一定 那么有没有多肯定感染 那我用 抗有没有多肯定资料 不就行了吗 所以一项也不是他的手势是印证 因此正确单位 好了16年这个事情大家再来继续看 夏天哪项不属于小孩溃疡的指尽 他现在看着哪项不属于小孩溃疡指尽 大家注意了 这包括小孩溃疡 包括胃溃疡和十二张溃疡 但内科指尼要无效的肯定只有开刀 但是胃居大溃疡 大约两两五分的要开刀 保仓后的胃疡孔 当然需要开刀这套病化症 十二张溃疡和平幽门耕足的 那是他的病化症幽门耕足 因此AC第一都是他手势是印证 哪个不是长于业界化作 长于业界化作只是提示十二张溃疡 并不说一定要开刀 那么十二张溃疡我也可以用 澳门拿出男士拿出PPI字迹 指尽谋移字迹字迹字迹好嘛 所以不属于他的指尊 因此正确答应答B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胃打不切除数 我们跟大家说过 整个小孩溃疡疡的治疗 包括两大手术方式 一大手术方式是胃打不切除数 一大手术方式是秘书神经血套数 我们先来了解 第一种手术方式胃打不切除数 那么胃打不切除数 首先大家掌握到胃切除换位 换位多少考过 切除换位包括胃提远端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就是67% 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五 也就是这样去切除了胃提大部 真因为这样叫做胃打不切除数 就这样来的 他切除换位在哪儿 切除换位在哪儿 大家看看一般标记标记 我们都这样标记 看什么东西 一个大弯彻的胃网膜动漫 一个小弯彻的胃左胃右动漫 这样胃左胃右小弯彻 胃网膜左胃网膜右在大弯彻 组成了一个胃的什么 一个网络的一个血液循环的系统 所以胃的血管符合就是相当丰富 那么你任意切切到哪儿 那么都不会引起胃出血 胃出血就这样一个道理 好了我们就看看啊 我们切的是怎么切 你说要切这个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五怎么切 我首先有个比例 比例比到哪儿 首先看他百分之六十的线在哪儿 百分之六十线啊 在胃网膜左动漫第一支 也就是在大网膜这一侧 胃大腕这一侧 你找出胃网膜左或胃网膜右的交界处 交界处怎么找 在那个手术台上怎么找 胃网膜左在这边 胃网膜右在这边 你看看两个胃网膜的地方 这两个血管的胃网膜的地方 那个空隙比较大 就是分支的空隙比较大 那么紧爱着胃网膜左动漫的第一个支 那么你给他找到 大约就是这一支 我说不要说是这一支 这一支找到了 找到的时候 还紧爱着这个东西切进去 切进去做个垂线啊 垂线吹到哪儿去 吹到胃小腕车 那么一样的道理 在胃小腕车里为左动漫的第一支 或胃大腕车里为左 为网膜左动的第一支 那么这做一个垂线 大约切出了整个位置组织的大约60% 那么上面这个固定的线 上面固定线就把球部切掉 所以这大约就是切出了60% 你要多切一点就把这个线上划一点 你要少切一点就向下来一点 所以大家就注意60% 70%就这样大概的点估散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切出换围 所以根据这个切出换围 大家可以看到 切出了哪些 位置远的大部分 位斗部 油门部 十二张修部 全部都切掉了 你看看假设你十二张溃羊 刚刚我给十二张溃羊 溃羊也切掉了 假设你为小腕车的一个未修羊 我也给你切掉了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 那位大部分切出 就是说一个指针的次要指针 还有一个切出来的浩化部位 溃羊羊的浩化部位 切出了魏惠羊本身嘛 就这个含义 好 这个就是为大部分切出出 希望大家把这个数据基础 切出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67%到75% 好了 继续 我们再来看魏惠羊的分行 魏惠羊分行分为四行 这个考过一次啊 分行分为四行 大家注意了哪四行 这个很难记 但是他考过一次啊 哪四行 第一行 第一行就是魏小湾 角切基附近的这一行 大家看到这个图 这就是魏小湾 角切基附近 那这种位置长溃羊 叫做一行 二行呢 就是湖化羊溃羊 就是我们说这魏溃羊也有 十二张溃羊也有 两个都有 湖化羊溃羊 三行 三行在哪儿 在幽门馆的附近 大家看看 在幽门馆的附近 四行呢 四行往往是高位溃羊 坤门的附近 高位溃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行二行三行 你说你要记 赫老师我记不住 记不住 大家看看 像我这个图 一三二四 大家看看 这个一个顺序 一二三四 一个顺序 你看看是不是像这个入的写话 是不是 那个希腊文字母的四个码写话 一二三四 加上你写个四个码 一二三四 在这里一 这里二 这里三 这里四 好 把这个像四个码一样 朝这个胃上面套 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吧 所以一胃小弯 二胃小弯 胃小弯 胃或十二张都有 三胃都不 是高位培养 是不是搞定呢 好了 大家再继续来记住这个东西了之后 再记住什么 他的特点 卫山的特点 前前后后 一前一后 一前 一前一后 头尾的两个 大家看看 一行四行 低卫山 那么低卫山呢 一为一流卫山比较低 那么其的卫体就比较少 低到什么程度 50% 二行三行 所以高卫山的 其的卫体量比较大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概那个数字 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所以 大家看看 假如我今天出个提问问你 我说这种病人切的卫体消化学会羊 这进行味道不切除 切的卫体最小的 最少要超过多少 超过50% 我说切的卫体最多的 你达多少 75% 是不是这种数据可以考虑啊 可以考虑啊 好了 我也可以这样说 我这个病人是一个卫会羊 或十二张会羊同时出现的 看我已经检查 也就是他是一个什么 活性会羊 那么我问你 那么这个病人做味道不切除 切除卫体制裁要达到多少 三分之二 所以像这种题目都会永远考到你 希望大家什么引起注意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14年考虑这个四题 大家再看啊 男性 65岁这个病人大量呕血 黑病一天 也就是上下来出血 这个病人既往也未必是 很可能多次出血 很可能这个病人是小孩困养 引起出血 好 大家看看 这个病人脉包很宽 血压很低 也就是出血正在出 手指室呢 那么正在出 这个病人的超生性动头 是 超 心念头 是 渡行性动过瘦 好他问你 该换成目前最重要的 治疗措施是什么 这个病人其上就可 诊单为消化炎困养 上下 这个病人就消化炎困养 兵 和兵什么 上下要打出去 还有什么 修科 这个脉搏真快 这个血压低于90 60毫米公主 有修科 所以 这个病人最主要治疗方式 最最重要的 来了之后急救措施 应该什么 靠修科治疗 靠修科治疗大家都知道 应该怎么样 快速补充平衡演义 所以正确答案为第一就出来了 第一问出来了 好第二问 大家再继续看 经急诊胃性化成胃脚切记处 胃脚的这个切记处有个大溃养 获得应出现明显 以形胃大不切出处 问 为了大家自来效果 要切出多少胃 第一个 大家首先明白 这是脊型胃溃养 第二 究竟切出多少什么胃 所以大家看看胃脚切记溃养 你看看是不是考那里分形呢 那应该是什么 一行胃溃养 是不是 一行胃溃养 我跟大家说一行四行 一头一尾 这都是地位上的 那么切出的这个位置至少到多少啊 百分之五十是不是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B 所以假如你这不能够通过这个字题 来判断哪一行 那么你就跟不上没办法做它 所以分形大家搞清楚 分形的特点一二三四行特点要搞清楚 那么切出的学位量少多 如果这个比例考过大家搞清楚 所以像这种题对大家来说低低学也很难 当然大家假如在普外上的很多年的班 你说我也考组织 哎呀这种题就很简单了 但是考自己一丝 大家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工作联系有限的学生 所以像这种题对大家来说的确实太难 但是还是考了啊 所以说有时候他出题目并不是就很简单啊 有时候出题目出的很难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 好了我们看看手术方式啊 整个手术方式胃已经切了 切了之后根据他重建胃长道重建的方式不同 我们把它分为比罗一师比罗二师 这个比罗一师比罗二师根据个维也拉外科医生的名字来明明的啊 这就是比罗斯 这个人很有名啊 一不多年之前啊 为什么在1881年 1881年他为一个71岁的胃痘癌的老头 老大爷啊 直接做了手术去把这个胃癌啊切掉了 切掉就把胃和十二肠直接吻合起来了 吻合起来这个病人获得成功 当时他就公布了宏都世界 这是世界上第一的在1881年 做的因为胃痘癌的胃 那么做的胃痘癌 做的拉克斯克没有这种胃的概念啊 就做的什么胃大不切除 所以就把他这种方式 1881年的这种方式 把残胃切了之后跟十二肠直接做吻合的 那么这种方式切了比罗一师胃大不切除 好了大家在做的过程中间就发现了 有些病人假如切胃切得很多 特别是那种胖子 腹膜很厚嘛 那么你拿下来把这个胃 跟十二肠做吻合的时候怎么样 不够 短了 短了你强行的吻合这个张力就大 张力大了你吻合会给去 就经常怎么样 造成吻合口落 因为张力大了长不住嘛 所以这种情况下在四年之后 在1885年四年之后 他要发现了第二种手术 胃痘癌成为比罗二师 胃大不切除 好了什么叫比罗二师胃大不切除呢 就把你这个十二肠肠肠肠肠的自行吻合 自行关闭起来 然后把你的空肠上单拿上来跟他做吻合 这叫比罗二师吻合 所以肠胃肠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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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全文解除,我拿上来也可以做文合 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然后就来他的基础了 关系了不同不一样的文合方式 不同不一样的文合方式嘛,有十几种,你们书上只讲到四种 大家刚刚有四种,何凤曼,博尔亚,莫尼汉,艾斯法 这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要不要你掌握,我只能跟大家说 接着目前为止,研究证考词 你们职业意思考词,助理意思考词,都没考得这么细 就是都不要大家掌握这细分的这四种类型 假如你考研究生,并且考普外科的研究生 那我就希望你掌握,你假如只考职业意思 应付这种考试,我估计他考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这些,这是不同的学者 来这些不停的奋斗进行改进 但是总而言之,都在比罗斯这个基础上来改的 那么只要大家做正确,那么他的病发生率 以及手术资料效果都差不多的 所以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基础 好,这就是我们说比罗医师,比罗二师 好了,这种人是决定聪明的 在一百多年之前,你想想到画面的熟识 全世界外国医生用,用了之后还没退款 第二个,用了之后你还都说好 并且到一百多年之后 医学只是这么划达,你还不懂 所以你说这种人太牛逼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太牛逼的人 都是什么,额头上光光的 毛都掉了,毛到了哪儿去了 到了下巴来了,胡子长长的 所以你看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这种队伍 所以什么都是太牛逼的,大牛的人 所以大家看看他们,你就知道了 这个人这个人是个德国人 德国人最后跑到维越纳去了 维越纳去了当时最牛逼的 世界上最牛逼的在医院里面 呆着呆着什么,搞了个比罗斯 还有一个在买美国国籍很牛逼的 跟他同时期的,哈士忌的 大家也是去的哈士忌的 那个战旗修部书的哈士忌的修部书 是不是,还有什么乳腺根治书的哈士忌的手术 就那个家伙搞的,所以那个家伙跟这个家伙 当时世界上一百多年之前 都是很有名气的,很牛逼的意思 我还可以意思呢,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比罗伊斯跟比罗二世 就有什么差别 在什么条件先比罗伊斯,什么条件先比罗二世 比罗伊斯是把你的蚕胃直接跟十二指上做吻合 所以他只有一个吻合口,吻成吻合口 所以他比较节节的生理,操作也比较简单 为什么只吻一个吻合口 所以操作比较简单,又节节生理 因此俗后的病化症就比较少 最大的特点,优点 但是他有确定,为什么确定 当你节位比较多的时候,吻合张力过大 那么就难以进行吻合 所以他节位不能很多 当你卫山很高的 你比如说二性溃疡,刚才我们讲的 三性溃疡 那么这种高卫山的,这种下滑性溃疡 那么节位假日比较多的时候 你怎么样,强行来做吻合 那么这个吻合的张力大 那么他就容易导致他吻合口漏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那么你就给胃切多 胃切多他混不上去了 那只能改二次,所以他有缺点 缺点就是因为避免 吻合口张力过大 协位少的时候容易到复发 因为胃酸降低的不很厉害 所以他只使用一 低胃酸的这种下滑性溃疡 哪些病人低胃酸 内科学跟他讲过,是吧 胃溃疡低胃酸 是不是,12胃溃疡高胃酸 所以他用胃溃疡低胃酸 因此胃溃疡的首显数字 是吧,比较1,4W,7,4 反之呢,12胃溃疡高胃酸 比较20,W,7,4 一样的套礼嘛,大家记住了 好了,我们看看二次 二次的操作方法就是把 你把这个,胃溃疡低胃 的时候,把这个12胃溃疡 自行吻合,封闭起来 然后,把这个空肠上单 拉起来,跟胃溃疡 做吻合,所以大家的胃 空肠上单 吻合 所以你看看,吻合口有两个 一个要封闭缠单,一个要胃溃 吻合口,所以操作就比较复杂 那么这个样又改变了 他的生理结构,他就不是这个生理结构了 我生理结构是从胃 到12胃,你这夸 食物跨越了12胃,是不是 所以就改变了他生理结构 因此他的变化症比医师要相对来的多 但是他也有好处 为什么,无论你切多少胃 就是权威切除 我把空肠拿上来跟你吻合 那么也不会导致你吻合 张力过大,所以他主要 适用于什么,高卫山的消化性溃疡 而高卫山的消化性溃疡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主要介入是什么 12胃溃疡 所以,从这个数字里面 大家就可以推导 胃溃疡主要什么 用14,12胃溃疡 主要用20 那么这就是大家什么 这个结论,这个结论 其实,比如20胃溃疡能不能用 能用 所以胃溃疡既能用到12胃溃疡 又能用到胃溃疡 你高卫山的都用,低卫山肯定可以用 所以都能用 即使胃溃疡不切除,全部切除完了 全胃切除也可以用20胃溃疡 所以,20是一个什么 万能俗世 什么意思 万能俗世就是什么类型 他都可以用 所以,你假如答题 答不到的时候,看这个20 你直接答20正不正确,自然不会错 你做手术的时候 你去上去,你喝了,说我不知道做一诗二诗 这个病人 你做20也不会违反医疡原则 不错,为什么 他是万能俗世 无论你是胃溃疡 还是12胃溃疡,甚至胃癌 都可以用20来重建 所以20是个万能俗世 就跟我们抗心律师常用 按键筒一样的 按键筒也是个万能一样嘛 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 小孩一克洋的舒适检测 我刚才已经跟他说了 我一克洋主要选什么,选一诗 12胃溃疡,主要选二诗 未打不切除 有些同学说我记不住 时间长我忘记 哎,你就这样记嘛 12胃溃疡有个2啊 20有个2,2得2 2选2,剩下来就未选1了 那就这样记就完了 你说还有一个你看 可选高选密切或选择密质疡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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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讲的密质疡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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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对二 完了啊 这给大家标这两个不同颜色的字 就是帮助大家记忆的 剩下这个你记住一个了 另外一个你就不会忘记了 记住这些东西 马上这个题目就出来了 就很简单 是不是 大家看 2000年这个词题是不是这样 男52岁这个名上虎 缓无上虎痛 划着五连 缓无上虎痛的 489都是笑话音溃疡 是什么 你看看 悲惨照应检查为12张溃疡 本应有门跟注 这个是12张溃疡 问题手术实义方式是什么 12张溃疡有个二 比罗二是有个二 二对二 完了吗 是不是啊 你看 搞二 完了 是不是 单位多少 单位比 搞定了 是不是 一秒钟就可以搞定 所以大家就要形成条件反射 加这个是胃溃疡呢 那么就打B一次打A去了 好 继续 我们看17年 又看到这种真正的词题 大家看 男性45在这个病人上虎痛 半骚醒4年 多于残后一小时出现见特压痛 大家注意要记得残后痛 残后痛的特点 那就是胃溃疡的特点 是不是 一到两小时缓解 那么规划的内科治疗1年 症状还会挖着 也是内科治疗无效 好 大家注意要看到 悲惨检查件 胃脚处有个疑恋公屋 六公分大小溃疡 也就是这个病人是个什么溃疡 胃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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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完了吗 所以这种题目 它就是考你的 手术方式选择 因此答A 好了 这个题我也可以再次来考大家 第二问 再来了 这个病人假如要做上述手术 那么其实胃的比例是多少 你打多少 胃脚 胃腰是胃肆 胃是胃性胃羊 胃性胃羊是第一胃三的 那么胃肆胃肆多少 50% 胃肆胃肆50% 是不是 他也可以来考虑嘛 所以像这种题目 大家什么 相关的知识先 要记忆的时候一块儿记忆 好 这个题题打A 继续了 我们来看第二种数字 刚才说了 我说这点小花样胃羊有两种数字 一种数字 是未大不切斗数 第二种数是呢 密足神经切断数 那么密足神经切断数 大家要理解这个东西 密足神经切断数 首先必须知道密足神经是什么 用解剖 怎么做行的 当然上面的我们不管它 密足神经其余老神经 然后老神经大家都知道 什么什么 行动门窍里面下的 滑出两只 自配甲装蟹 再继续上下 穿胸腔 再继续上穿死管裂孔 死管裂孔 死管裂孔到了什么 到了胃 到了亲屁喷门里面就来了 喷门里面大家都知道 什么 密度神经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左边的大家注意了 一进入腹腔 它不是走在位的左边右边的 它走到位的什么 前面或后面 所以由原来的左右形成形成 变成了什么 位的 位的前后币形成形成 所以我们叫做左前肝右后肝 什么意思 左边的这些肝走在位是前臂 右边这个肝走在位是后臂 所以这个是前右后肝 所以左前干右后干 什么意思 左前 走到 迷主神经左干 那么走在什么 位的前臂 反之 迷主神经右干走在什么 位的后臂 分别支配位币的 迷主神经支配 迷主神经很粗了 那么他要划出分支 然后来支配位 好了 大家就说在左前干支配什么 在左前干支配的是干支胆囊支 那么这个右后干支配的是腐腔支 所以大家注意 左前干发出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干支胆囊支 那么右后干发出分支是腐腔支 顾米思义 大家跟中医医师都知道 干支胆囊支干什么用呢 干支胆囊支支配肝脏 胆囊支入洞 那么你要入洞 要神经支配嘛 那哪人支配 就这个胆囊支支配的 肝脏 胆子要出来 要入洞嘛 那哪是水支配 肝脏支支配的 肝脏支呢 你比如说胃肠你要运动 肝脏你要运动嘛 入洞嘛 那哪是水支配 肝脏支支配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 这个密主神经主干 从左主干出来分出肝脂胆囊支 从右主干出来分出肝脏支 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往那我运动卫币的小弯车下行 大家看这个图形 继续下行分出四到六支 这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什么六支 继续下行四到六支 那么支配分出这个小分支支配什么 支配卫币 支配卫币的密主神经兴奋 那么引起胃肠昏密 我们刚才说了密主神经兴奋 释放一线难解 引起B细胞胃上昏密 就是这就是这个啊 密主神经分出来了啊 这种分支四到六支 来支配卫币 那么引起卫上昏密 好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啊 卫币的B细胞昏密分布 大家注意了啊 前面是这样分四到六支 后比呢也是分成四到六支 一样的对存昏密的 好了 最终一个大的什么分支 中支叫什么 叫鸭爪支 大家注意鸭爪支 鸭爪支就是像我们老那个黑乌鸦的鸭爪支 哎 朝这里黑乌鸦在这个地上一走 你看是不是有个脚印啊 脚印就是这种形状是不是 这个形状这个形状就是鸭爪支 鸭爪支配在哪儿啊 大家看看这支配在哪儿 就在幽门部是不是 假如把那个鸭爪子干掉了 那你的幽门部你看看 还能不能打开啊 油门不能打开了 那么就是未处流 所以这个鸭爪支就起这个作用 好了 大家注意那个四到六支 一二三四 这是什么四到六支 这就是引起微酸昏密的 最主要的密度神经分支 所以我最主要就要给你这几个一干掉 哎 这四到六支一干掉 你的微酸昏密就少了嘛 所以我们密度神经兴奋 总想干掉你的四到六支 是密度神经兴奋 兴奋性降低 然后你为啥会密减低 这就是整个密度神经 切大叔治疗消贩困养力机制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了 大家手术方式 整个手术方式大家注意了啊 包括三个 三个只有下面两个做 前面那个不做了 第一个密度神经干切大叔 大家看这个四一头 密度神经干干的切大叔 切哪儿 肯定切密度神经干 我们跟他说密度神经干 有左前干又右后干 那么进入十管列空 进入虎枪之后 进十管列空进入虎枪之后 马上就给这个地方 看哈 剪掉 断掉 那就叫密度神经干切除 也叫密度神经主干切除 他的阳文名字是TV 所以这个密度神经主干一切除 你看一进入这个 十管列空一进入虎枪 我就给他干掉 那么你看看 肝脂切蛋了 没有 切蛋了 胆腔切蛋了 腹腔切蛋了 好了就会出现严重的这种病患症 最后他们做研究 大家注意啊 这个只做个两例 全世界 密度神经干切大叔 只做个两例 一个在1953年做的 一个在1955年做的啊 这两个两个病人都死了 两个澳大利医学都做的 抓个是他们做的 做了之后啊 他进行研究 那时候就说 你既然是下华院会 阳士卫山增高引起 我把你这密度神经干切蛋 那么你的卫山昏迷 减少了 当然你消化育育养就好了 你能上次这样 所以他就干了这两个蠢事啊 这两个学生就干了两个蠢事 好 第一个这1953年世界中首次报道 就咔嚓 就把这个密度神经干给切蛋了 切蛋了 这两个病人 脏死了 为什么脏死了 研究出来的的确他的卫山昏迷 降低了 但是 相机的也很厉害 但是这种病人脏死了 为什么 你看看 把他扶枪子也咔嚓干掉了 因为主干干掉了 他们下面的分支肯定干掉了嘛 所以你看看 左前干右后干 左前边的肝脂胆囊都已经干掉了 那么你看看 肝脏会不会的胆子能不能出去 不能出去 胆囊的胆子不能出去 最主要就是扶枪子也干掉了 整个胃肠的脏器 最后这种病人脏死了 所以这两个病人 两个病人都死了 死了之后 最后就知道 这种密度神经前 做治疗消化验固扬 这条路走不通 所以一直从50年到70年 将近二十几年 全世界没有哪个研究这个东西了 那么一直到了70年的晚期 随着人们对这密度神经的走行 进一步再感兴趣 再进研究 再去滑雪了 下面两种输出方式 选择性密度神经切战术 和高度选择性密度神经切战术 SV和HSV 这两种输出方式一直到现在还得用 这就是我们的机制 这个大约是在70年代 这个大约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 开始研究 这个是50年代开始研究的 所以50年代研究 这两个人都死了 两个人都死了 它只是为了指边一个方向 但是再也没人做了 所以这个就不讨论它的优点了 显成密度神经战术 不讨论它的优点了 所以大家主持讨的优点 就是主持考的这个是什么 显成密度神经战术 SV 高显密切 HLV 好 大家看这下两种方式有怎么做的 刚才我们说了 50年代 你抓个神经研究的这两个人 切了这个密度神经战之后 切断了之后 它脏死了 为什么脏死 最后别人研究清楚了 因为密度神经的左前肝 那么有肝脂胆脏 密度神经右后肝有什么 腹腔脂 那么你把这鞋带呢 它就会脏死 胃肠的胃肉肉动就会脏死 好 他们就一说 我假日在左边左前肝 分出肝脂胆脏脂之后 把这咔嚓再剪掉 密度神经干前了 或者在右后面呢 在右后肝 再分出腹腔脂之后 再给你咔嚓 密度神经干前了 那么你就不细心了嘛 一个降低了你这个 现在的你这个四到六支 这种滋配B细胞分泌的胃酸分泌 那么胃酸降低了 一个也保留了你肝脂胆脏脂 或腹腔脂 那不是就OK了吗 所以这叫什么 选择性密度神经的切断术 这种东西体力学最后研究之后 的确是的 既可以降低胃酸 又可以持肠乳动保留 肝脂胆脏脂保留 OK 这种话话很好 我们把它叫做选择性密度神经切断术 所以在上个四十几七十年代 在国外风行医师 就做这种手术 但是这种手术 大家看看 我在分这个左前干 分出肝脂胆脏脂 右后反分出虎腔脂之之后 把你密度神经咔嚓简单了 简单了之后 简单了个重要的东西 我刚才跟他说的什么叫做 鸭爪子 鸭爪子干什么呢 支配幽门的 我把你幽门这个咔嚓简单了 简单了之后 你幽门还能不能入洞 不能入洞 所以这种病人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 叫做什么 出流 喂出流 是不是 所以这种病人都有喂蛛牛 所以这就是 为了解决这种喂蛛牛 我们等一会要跟大家讲 什么喂空肠吻合了 又门成型了又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他的什么机制 所以这种方式大家注意 SV可以用但是 但是它有个最大的变化症 就是什么喂蛛牛 为了解决这个喂蛛牛 我们要加行喂空肠吻合 和油门成型素 所以这就是他的不便的支出 好了我们再继续了 到了上个四季九十年代 那么他就说 既然你这个鸭爪子切断了之后 那么它会造成喂出流 我不切了你的鸭爪子 保留这个鸭爪子不是行了吗 我只切了什么 四到六支 这里面画了五支出来 四到六支支配未必的 引起胃BB细胞胃上分泌的 这几个小的分支 那不是OK了吗 所以这里能上是最好最好的方法 就是使你支配胃B的这四到六支 B主神经分支 我只切这 导流你的鸭爪子 这种病人你看看就没有胃出流了 胃的容积也保留了 我也没有给你切胃 我只能写你支配四到六支的 这个未必的密度神经 密度神经就是分支 那是最OK的 所以这叫高度限制密度神经 现在是SSV 好了这是最理想的 但是大家注意了 这个神经有变异 所以大家想一想 在临床上是四到六支 好我问你这个病人 真正到具体一个病人上 究竟四支是六支 你只要留一支 那神经是传统性昏的 性昏都会来 都会引进胃伤口密 马上就复发了 所以由于这种什么神经的变异 你要找出这四到六支 相当的不简单 你要继续密度神经 高度限制密度神经切胆鼠 或选择密度神经切胆鼠 都知道 带着骨壳的 显微外壳的骨壳的 骨壳的显微镜 来做 显微外壳的骨壳镜的 来做 就是要找这个神经 那时候何老师死神经很好找啊 好找什么呢 你自己去找你当外壳医师 你真正找得到吗 你说神经是黄颜色的 我告诉你在那 临床上一处血 都是红颜色 血脉也是红颜色 筋脉也是血 也红颜色 动脉也是红颜色 然后 这个神经也是红颜色 组织也红颜色 为什么学学 一处学学业都是红颜色 你说这是黄色啊 黄色你的教科书上是为了 画的是你好看 醒目有意的加在黄色 然后把神经画成黄色 把动脉画成红色 筋脉画成绿色 画的你好看嘛 视觉效应嘛 真正在银床上 都是红颜色 甚至你不论区分神经 或这种小的血管 所以你看看 一点点鲜的细微 跟我们头发丝一样处 你都不知道 在显问底下放大了之后 你都不知道这个是血管还是神经 然后我就给他拿个剪刀 咔嚓一剪 又剪出来 哦这个小血管 一剪没剪出来 哎呀没剪出来 哎呀这是神经 我告诉你那血管神经都分不清楚 你还说了 把这四到六指给找出来 所以理论上来说 高显密切是资料 消化医荷养最好的手术方式 但是 在实际中 由于神经变异 或者操作过程中 很难找到 这四到六指这种神经 所以在临床上很难很难 做这个很难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不实用做这种手术 所以中国人很少 做这个密度神经切大叔的 怎么样 都是为大方切手术 两剪刀剪刀 都是这样 所以高显密切 知道外国鬼子 外国人 他们做的比较多 我们国家基本上 没人做这个东西 所以考的时候 也比较相对比较少 提供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了 密度神经切大叔的这个评价了 三种内心的密度神经切大叔 密度神经干切大叔 只有我是把病化症 哎呀 做了两个人都死掉了 所以你看我评价 就不评价他了 为什么都是缺点 还有个什么评价呢 他唯一的优点 就是照着人们指名的方向 其他密度神经可以相对卫山 可以用小黑困扬之字 这是他唯一的优点 那我们就跟他讲 显身密度神经切大叔SV 高度显身密度神经切大叔HSV 他的优缺点 显身密度神经切大叔 刚才说的 他没有切大干脂胆脏脂 就是和密度神干切大叔相比 所以他就避免了 干脂胆脏脂 以及浮腔脂 切除之后的 就是常功能的紊乱 那么应用比较广泛 在国外是首险 在我们国家美助 所以国外首险 首险就是首险他了 好 他的缺点 由于切大那牙爪脂 所以这种病人 容易到处胃出牛 这是他最最主要的缺点 所以他也经常这样考虑 显身密度神经切大叔 在你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胃出牛 切大那牙爪脂 好了 假如你进行胃空肠吻合 或者是油门成型 那么也有了做手术的 这些病化症又出来了 好了第二个 高显密切 高的显身密质精切大叔 保留压爪脂 那么切除这支配胃力 必须把混迷胃三的 哎 四到六支 这个头上面画了五支 那么保留了压爪脂 也保留了干支 胆脏脂 浮腔脂 那么这是最有效的 这种高显密切 好了 他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保留了压爪脂 所以这种病人 不会引起胃出牛 由于这种病人没有切胃 所以他不影响即死 胃的溶剂没有改变 好 手术安全 那么比较简单 应用而见真多 但是 由于是你的变异 所以这种病人 你假如没有切完全 很可能他浮发 浮发力很高 高到什么程度 你们说有这个数据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四 你想一想 加这个一个 一个手术方式 浮发力百分之三四以上 那还有谁做呢 所以做的人就很少了 就这个道理 好了 正因为这样了 所以他为他不切除的 跟为他不切除相比 那么他的疗效 就不如未打不切除 在临床的应用所在限制 当然了我们国家 基本上不用这个密度 神经切断术 不管你高线密切 还是显示密度 神经切断术 都很少用 好 我们刚才说的 选择性密度神经切断术 二次位 那么由于切断了 压爪子 这个压爪子切断了 那么他常常油门 就不能打开 因此这种病人常常会 导致什么最大的一个病化症 有未处流 不要解决这种未处流 那么我就先那两种方法 在临床上先那两种方法 第一个 你不是未处流吗 胃里面东西食物 不能进到厂馆里面去啊 我直接把你的胃 跟十二指上做吻合 胃空肠吻合 就不是ok了吗 是不是 所以第一种解决胃处流的方法 叫胃空肠吻合 第二种 油门存心 油门就把你油门中切 横红 所以中切横红 就把这个门拉大了 油门门拉大了 你看看我们这个门啊 假如这个长方硬的门 这个门 你看看我们主机的门 假如宽度是一米 假如高度有两米 是不是 我跟他旋转九十度 是你的宽度 达到什么两米长 你想想你这个 你这个油门是不是扩大一倍啊 哎呀这个油门的中切横红就这个意思 我就把你中切中切横红一拉 拉了之后你这个油门就宽了 就从原来的你跟个门一样一米宽 把你旋转九十度 那个门那么两米宽 我就永远过去了 门就大了 所以这个叫的油门成心就是中切横红 所以大家简易 单力集成就是中切横红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你只要以这个中切横红一油门成心 那么味道不接触阻力那些病化症都出来了 是不是 你这个油门 油门就给它报销了 那么油门功能 是不是 所以解决了这种SV 选择秘中心切断阻力未出流 但是也使它造势了油门功能 这就它就确定啊 好了我们看看101年这个试题了 大家看 对 十二两块洋草业采用高度选择秘中心切断阻力 附加优门成心书 我们刚才说的 啊大家注意这个题 不是我错了啊 它本来就是错的 出的时候跟你说原状的答案 我专门看到原诗学 它就是十二两块洋采用高显秘中心切 大家注意这个应该是高什么 打打打打打打干掉 应该十二两块洋采用显秘中心切断阻力的书 附加优门成心书 高显秘中心保留的压榨字 没有一位处流 还要加什么优门成心呢 没有 所以这个题啊 应该给这个高干掉 只能跟那家说咯 原体就这样保住 为了保持原汁原味 我最后给这个高还是写上去 就这样的道理啊 讲的字跟那家说 好了 写的密度是你写的 所以我写他的压榨字 这种病人怎么样 容易到这位处流 容易到这位处流 那我就加优门成心 刚才说了 中学很红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 胃处流 解决这个胃处流的病化症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打第一 打第一 打第一 避免胃处流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这个 病化症的处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以三年这个事情啊 行位高显并且是 那么就是位高度显这一币之间切断数字 作为保留分支的标志是哪一个 也就高显并且HR位 那么你要保留哪一个 哎呀保留的是压爪字是不是 切断的是四到六支支配未必细胞的 为上分泌的这些生机分支 保留的是压爪字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打一 这种题 所以说这种题你现在稍微不注意啊 考虑你就觉得很难 为什么很意外 你不干外科的 你不干普外的 你了解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是不是 大家就觉得很难 当然我假如跟他一讲讲的这么深 那么大家就什么 哦原来这么回事很简单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未大不切除之后的病化症 未大不切除的病化症 未大不切除的病化症 首先大家明白啊 早期病化症或晚期病化症 一定要分开 什么意思 早期病化症切了之前 未大不切除之后几天 你们一两天两三天的 发生病化症 那就是什么早期病化症 晚至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甚至几年 要发生的那就晚期病化症 在这里面经常考 他就把这个早期病化症晚期病化症混在一块 让你来找 怎么能把它虚昏出来 所以这是大家考这个重点 我们看看早期病化症 包括早期病化症 早期病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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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章啊 未必缺缺坏事 十二章产痰不破裂 所有耿主 大家看看 都是在一个星期之内能够化症的 你想马上就化症 马上就死人了 那么早期病化症 什么叫晚期病化症 N多个月甚至更多年车来化症 你别人接线怀疑炎 常常化症在什么 几年之后 青岛中化症 半年之后 亏养复发 不要说的 那肯定是半年之后 营养型病化症很早 很久很久才能贫血 残悟癌五年之后 你看看这都是叫什么 晚期病化症 好了 提醒晚期病化症里面 大家注意 研究生考试也喜欢考这个东西 你们也喜欢考这个东西 青岛中化症 因为青岛中化症 分为两种内心 一种是早期青岛中化症 一种是晚期青岛中化症 大家看看 这个晚期病化症里面 一个早期青岛中化症 是不是很容易说啊 你看到这个两个早期 马上就被物质为是 足以后早期病化症 对不对 不对 这个青岛中化症 早期晚期 它是根据什么 根据你禁食的时间来的 禁食之后 比如说半个小时三十分钟 发生的 那么我们叫做 早期青岛中化症 假如禁食之后 两个三个小时 两个四个小时发生的 我们叫做晚期青岛中化症 所以这个青岛中化症 半年之后发生 但是 所以晚期病化症 由于它这里一个早期 青岛中化症 这个早期两个字 它就总是把你这个东西 早期病化症 晚期病化症 哪个是哪个不是 搞到里面 你就错了 我给你提醒出来 要不然你注意这个事情 那么OK 你就会打了 所以这个研究生也考 你们也考 考了很多次 希望大家 初期的喜欢到这个地方 塞一个小半子 让一个小陷阱 看他自己 能不能会搞出来 好了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这16年就考了这个东西 男 45岁 这个病人未经检查 提示十二人溃痒 求不溃痒 也就是未经检查 这个病人是求溃 经药物质量三个月 人员缓复发作 那么理性未大不切除除 二次切除除 问题 所以晚远期病化症的是 也就是未大不切除 远期病化症嘛 这个体系就欢迎成这样的 好大家看看 A 比 体 都是我们刚才讲的 早期病化症 这是哪个 早期青岛 早期青岛中后症 我刚才说是晚期病化症 你不要看着这个 早期两个字 那么就马上马上 给他什么 打错了 他其实是有远期病化症 或者晚期病化症 所以正确答案 应该打C 不要误会 这些中文意思 大家也用于误会 我们看18年考虑这个试题 属于胃十二指南溃疡 手术后 早期病化症的事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病化症分为早期病化症 晚期病化症 必须要给他分开 哪个是早期病化症 未大不切除之后 一个周之内 半个月之内的 发生的病化症 往往是早期病化症 一个术后未谈 术后未谈也叫 周后中和症 为什么 未大不切除后 一周之后发生 术后未谈 所以他属于早期病化症 因此正确答案应该打 营养性病化症 未大不切除之后了 营养吸收率变几小了 当然他会发生营养性病化症 一般是贫血 所以这都是N多年 最后才会发生的 当然属于晚期病化症 早期新到中和症 这个最容易出 你看的是个早期 但是不是未早期病化症 是什么 我们新到中和症 早期新到中和症 晚期新到中和症 是以近视而言的 进视之后 里面半个小时 都发生的早期新到中和症 进视之后 两个三个小时发生的 晚期新到中和症 是这个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两个早期 横向下 不要跟他搞粉了 大家错一错在这儿 肠胃癌 它显然不是早期病化症 为什么 肠胃癌是胃大胞切除之后 五年以上发生的癌 那么肠胃癌当然 属于晚期病化症 简性化的一般言 大家注意了 这个时间 九百节没有具体的说 给它删掉了 原来这个就是数年 一到两年 两到三年 数年都可以 所以这属于晚期病化症 因此只有熟后未谈 所以早期病化症 因此正确答案答A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第一个这种早期病化症 这些病化症很多了 我一个个病化症再来给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数后出血 那么这种胃大不切除之后的数后出血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胃肠道出去 出血出血整个在胃肠道 所以最后我经过胃肠道 经过大便排出来 他也黑便 在第一种出去 第二种出去到哪去 到腹腔去了 游力腹腔去了 结果我们的腹部避活损伤 第十字经浪期出血是一个样 他就属于没有到肠腔里面去 到腹腔中间去 到腹腔中间去的 一般都是把结诈的胃往左动脉 胃往右动脉 胃左动脉胃胃小胃右动脉 也就是由你那个胃比 两单的胃大胃小胃 这四个主要的血管脱落了 脱落了这个出血出血的有腹腔 所以这种病人也可以出血 第二个 那么就是胃腔不滚活口的这个地方出血 出血之后 到胃腔里面去 所以这种病人 属后上了个胃管 胃管中间很可能就出血 就这种 所以出血有两个方面 一个向外 到油腻腔腔去 一个向内 在胃腔道里面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假如这个病人属后 二十七个小时内出血 你比如说胃管里面有血 但是出血量很少 小于三百毫升正常情况 我说你做的手术 都要出点血嘛 所以第一种情况 少于三百毫升二十四小时之类 正常情况 假如二十小时再大于三百毫升 你比如说胃管里面 出了五百毫升六百毫升的血 那什么 属中止血不确切 也就是你的水平很差 打血都打不紧滑了 就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 那么就最好是用胃筋止止血 胃筋都不行的 你说这个病人胃筋都止不住的 那就再进去开刀 那不怕病人在家宿杀了你 你就去开吧 好啦 这是时间啊 二十小时之内 假如十到六天开始出血呢 一般都是文化狗的年末脱落坏死 大家看看这个胃肠文化狗 假如你打血的时候打得非常紧 这个地方缺血了 那么十到六天这个年末脱落了 那么是会到处出去 好 假如在十到二十天出血呢 往往是你这个缝线 文化狗的缝线 没有那种什么可吸收线 还是那脑子撕线 所以这个时候什么 形成冬种感染了 腐蚀到年末下的血款 当然他就会导致什么 出血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 这些术后出血主要根据什么来判断 换的病因呢 根据时间 二十小时之内的出血 大于三百毫升 往往是你 打血脱落了 十到六天呢 往往是年末坏死 十到二十天呢 往往是风陷感染 那么看到这个死天 那么他的 他的原因就出来了 那么治疗很简单啊 轻的在内经底下 胃经底下 治疗不行的 再进去手术 这就是跟他讲的 疏忽出去 好大家看以色列这个死体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胃大不结束之后 二十小时内以内 那么胃出去 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最常见的原因嘛 二十小时之内 那肯定是止血不彻底咯 打血的脱话脱落了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打谁 好大家再来看 年二年这个死体 男性六十岁这个病人 因为溃疡和病 多次大出血 行贵大不却是出 但是在几天出血啊 五天出血 五天出血 黑面嘛 黑面就出血吧 最可能原因是什么 我们说四到六天 都是什么 文化合理年末坨落 因此出血 因此正确答案应该打什么 打谁 所以就像这种题目 它其实上就是靠那个出血原因 这种出血原因 考过很多次 大家要注意理解 不要搞分享啊